車載MV312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張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新的車型 FORCE 2.0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呢 是一組碟盤 這個也是我們國內以今天來說 算是搶先這個公開發售的一個碟盤 就是FORCE 2.0专用267的碟盤 当然这个跟之前的是不太一样 然后因为它比较接近的6代的系统 但是它又是13寸的框 那我们有影片可以一开始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PBF的这个品牌 鲍利虎的这个品牌 那鲍利虎其实呢在自动方面呢 琢磨了非常多 它有不同的T-code的碟盘 也有这个圆扣的碟盘等等的 这个不同的一个等级的一个碟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 这个是PBF所制造的C-Series 就是C的C款的一个等级 这个在定义上呢 就是在比一般通勤还要再高一点 然后也是大家最能够接受的碟盘 像我们在买PBF的刹车皮 那像陶瓷的刹车皮部分呢 这个也是定义为这个C-Series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定义在我们一般热血三道运动各方面 都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那当然最近也有推出这个三道进走版 那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不太一样分支的一个商品 它是针对于三道在跑的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多功能的一个款式 就是比较全系列一个款式 那它有相当多的优点在里面 第一个呢 它的外盘是用白铁的一个白铁盘在 白铁盘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出去试车 安装完工了 所以还是会有刹车痕迹 但是非常轻微 毕竟才刚刚出去骑了一圈 然后呢 盘子是 这个属于这个白铁制造的一个盘子 是日本的一个白铁的钢材 然后呢 中间是7075的铝合金 然后浮动扣是白铁的一个 所制造的部分 然后染黑 然后发现浮动扣也是属于大直径的一个浮动扣 直径越大 然后相对的呢 你能接触 两边接触内盘跟外盘的面积越大 所造成的这个抵抗减力的部分 也能够越坚固 也能够越强硬 那我们发现 比较好玩就是它设计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地方在我们卡前自动设计的时候 内盘会向前推挤 它利用这个角 这个吻合的这个角去扣住它 减少这个浮动扣所增加的一个负担 那可以利用这个夹角 你会发现这个夹角 是大概有90度左右的一个夹角 甚至以这个平面这个平面来说它是超过90度的一个夹角 能更能够稳稳的抵消了这个跌盘所产生的 上下跌盘产生的一个减力战 加上浮动扣的支撑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跌盘在使用上的耐用度会好很多 跟以前以往比较起来的话 它会减少这样扣扣扣扣的这个情况发生 也比较降低的这种的松脱的一个风险战 然后内盘我们刚刚讲到是7075的一个材质 它不是一般的比较便宜的铝合金的铝料 然后内盘的颜色呢标准色都是黑色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一个跌盘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是一个C 它是CCS的 然后它的minimum的薄度呢是3.5mm 那意思是说我们用到这个跌盘我用油标卡尺凉 它如果剩3.5mm或是低于3.5mm以后呢 其实跌盘就必须做一个更换哦 那所以在跌盘上做一个更换呢条件呢 这是必须的 一个跌盘不是让你用永久 不是让你用一辈子哦 那试跌盘的情况 但如果说相对应的就是当你的跌盘 这个还没有少于3.5mm或是你的跌 这个但是你的浮动扣已经有松脱 或者是说你浮动扣已经非常松的情况之下呢 那你要定时间的做一个检查 因为这个是个人的一个骑乘的一个习惯 以及如果一天到晚在翘后轮哦 那当然会跌盘的磨耗以及使用的寿命会 当然会低很多 然后在造型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特别提一下 这个呢 C-Series呢 三道静轴板也是C-Series 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 一个是三道静轴板 一个是标准的C-Series 我们会发现哦 它一样有划线的部分 那划线部分呢 它是微微的向外辐射 我们这样夹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有粉层 有粉屑产生的时候 它能够经由沟槽 完全的向外排放 那打孔呢 不外乎就两个云 比较大的云 第一个呢 就是散热 然后第二个就是排屑 它可以把一些粉层啊 这各方面做一个排屑 那当然我们之前影片 也有提到过 这个残轿声的问题 你的孔越大 你的孔越多 你的残轿声越大声 但是 其实以PBF叠盘来说 它不强 它不强调残轿声 因为残轿声 当你的孔越多 你的残轿声越大 但是你的刹车皮 跟你的叠盘面积的接触 相对的话就变小 那变小的话 势必一定会影响到 你的刹车的自动力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求取 刹车的一个残轿声 残轿声 但是你不要忘了 最基本就是 你的自动力是否会下降 这是一定的 当你的孔越多 你的接触面积越少 你的自动力一定会下降 所以你必须在这个中间 求取一个平衡站 那CCUS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求取了一个平衡 有一些轻微的声音 但是呢 却有良好的排血性 以及良好的通风性在 那当然耐用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特性的一个情况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全方面的一个叠盘 跟一般的商道进球板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在 你的声音以及你的自动性之间 当然是以自动的效能为主 求取一个平衡站 这个是CCUS标准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债 那当然 这个是目前看到是FORCE专用 267的一个部分 那267的一个部分呢 当然在目前这个影片 各位看到的时候 它也算是我们国内 也算是比较首发的一个 一个时间点 然后呢 267的跌盘 我们发现对应FORCE 2.0来说呢 它接近还不到满盘 但是接近快到满盘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卡仙的部分 我们卡仙这部分呢 大概还有一个指甲的一个余裕在 目测大概还有一点多公分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还有点余裕在 但是我觉得267C10已经很够用了 不需要一味的追求大的跌盘 因为大的跌盘到时候在 拆装在换装 以及最重要在您洗车的时候呢 还是会增加非常多的不便 这个是一个经验之谈 那一个跌盘的好坏呢 当然跟这个材质本身有非常大关系 第二个当然跟设计的本身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在 所以有很多息息相关的一些 美美佳佳在才能造就 一片好的跌盘 那喜欢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 不管是FORCE 267的跌盘 那六代近战 六代这个 还有水冷BWS等等的 这都是属于比较 Blue Code的引擎的一个新世代的设计 那希望朋友们可以参考 获到麦可参户机的清品 来做一个选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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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